这个地方的女孩可不得了 每晚都会排成一排站在大桥上 拦截过往的豪车商量价格 要是给不出他们想要的马内 就会被当地警方抱打一顿 卷毛看着小姑娘楚楚可怜 给了她一堆小纸条后 小姑娘一步三回头的转身就跑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 老黑正在和一名记者见面 对方声称小敌之所以会出事 可能和当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黑帮有关 但这小子贪生怕死 不肯透露更多的情报 眼看对方就要离开 老黑一个顺手牵羊 就轻易拿到了记者屁股兜里的U盘 谁知记者前脚刚坐进车里 汽车就突然发生了猛烈爆炸 就在老黑一脸懵逼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熟悉的女人 就是那个给小迪注射药物的假冒护士 他连忙跟着追了上去 可对方早有准备 直接开车跑路了 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个轮子 老黑只能找到朋友帮忙 他们从U盘里发现了大量有关小迪的照片 经过放大处理后 老黑发现照片上的男人 和当地的一家酒吧有关 为了找到伤害妹妹的凶手 老黑孤身一人来到酒吧 趁对方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哐当一脚踹翻了外面的保镖 进入厕所后两人对视一眼 没错就是他要找的人 老黑照着小黑脸上就是一群 然后询问有关小迪的事情 谁知小黑不见棺材不掉泪 老黑一把将他按进抽水拔倒 在吃饱喝足之后 小黑立马说出了实情 因为小迪发现了他在帮当地黑帮走私 这才惹来了杀身之祸 老黑拿上对方的手提箱 就准备去找当地的走私团伙报仇 警方这边也同时出动 对平民窟的小混混进行大扫荡 这时一名特警 突然发现了两名形迹可疑的男人 正在绑架当地的女孩 对方正要反抗就被他一枪干干 还有一人被他当场制服 收到消息的卷毛和长毛 连忙赶了过去 在和男人对视过眼神后 卷毛捡起地上的手枪 忽然一枪干掉了自己的手枪 原来他早就收了走私团伙的马妹 给对方提供明面上的庇物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老黑 在进入走私团伙的大本来后 很快就被人给盯上了 他被保镖给带到了一处阳台 正好看见对方带来了一群少女 身后的小虾米刚准备偷偷动手 老黑转身一个大摆拳 就将对方轻易干翻在地 这时他才发现 这些黑帮要走私的就是这些少女 他正要继续深入调查 却被一群人堵住了去 但这些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抢过一把枪就是一阵疯狂射击 眼看这些人还想反抗 老黑立马使出了中国功夫 荒荡一脚就踹飞了一个 然后转身又是两个 还有不负想要冲上来 老黑一个神龙白尾 直接干翻了最后一个 这时卷毛也带人全都赶过来 再把他知道的情报告诉对方后 老黑把他们带到关押少女的地方 可这里已经远去楼空 显然他们已经收到消息提前离开了 老黑打开箱子拿出里面的货运单 他突然意识到 走私团伙要将那群少女运出国外 还不知道卷毛就是奸细的老黑 再把箱子交给对方后 连忙一个人追了上去 但他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妹妹马上就要遇到危险了 这个女人正要拔掉小迪的氧气招 幸好被及时赶来的女警一枪干掉 而在另一边的码头上 一辆汽车的后备箱却在这时被悄悄打开 毫无防备的守卫 被大老黑双臂一勒轻松干掉 这时他也看见了卷毛和长毛 正在和走私团伙进行私下交易